你好 欢迎来到关系攻略 今天咱们的主题比较扎心 叫做如何超越低自尊的父母 这一周我们的主题是自尊 很多关系库同学在后台留言 对自己进行评价 有些同学非常明确的知道 自己属于哪种类型 有些人认为自己处于中间状态 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棒 曾经是低自尊 经过成长之后 慢慢的转变为高自尊 在这些留言当中 凡是认为自己自尊水平较低 或者曾经较低的同学 几乎是无一例外 都提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 低自尊的父母 未必一定就会养出低自尊的孩子 但是他们一定会给孩子带来 巨大的痛苦 第一个小节 咱们先来看一看 如何识别低自尊的父母 在讨论如何超越 低自尊的父母之前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们识别出来 除非完全不教不养 那否则所有的父母 都会和孩子有冲突 批评和惩罚 也是良好亲子关系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 最有利于培养高自尊孩子的是 权威型的父母 这一类父母呢 除了能为孩子提供 温暖和情感的支持之外 还能给予孩子坚定 清晰 前后一致的限制 所以呢 不能单纯因为家长的批评和管教 就判断他们属于低自尊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低自尊父母的攻击 针对所有亲近的人 我曾经告诉大家 低自尊的人会不断地攻击自己的伴侣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觉得自己和对方是般配的 才能够压抑自己的嫉妒 拥有低自尊的父母 你会发现他们的攻击对象 绝不仅限于你一个人 伴侣 孩子 自己的兄弟姐妹 甚至是父母 这些最亲近的人都会被攻击 低自尊的人 内心深处对自己评价极低 但努力营造的是一种我很强大 碾压你们所有人的形象 如果父母之间相处融洽 彼此欣赏 就算他们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 一般也不属于低自尊 还有一种情况 低自尊父母的攻击中 包含很多谎言 很多父母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 和自己家孩子做比较 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鞭策自己的孩子 让他更上进 一般来说 这种比较效果很差 还容易招来孩子的反感 而低自尊父母 在使用这类比较的时候 所举出的别人家的例子 有很多都是捏造的 因为已经习惯了 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进行低评价 他们往往不相信 救世论世本身的力量 而喜欢用虚构 扭曲 捕风捉影 添油加醋 来增强攻击的杀伤力 低自尊父母 还有一种情况是 内外两个样 在家中 他们把孩子说的一文不值 但在家以外的地方 孩子和他们是一体的 他们就会转过来维护 我家那个聪明勤奋 听话老实的好孩子 和上面同样的道理 在这些话当中 也有不少是夸张的吹嘘 如果孩子无意中听到了 恐怕都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亲口说出来的 当然了 他们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听见的 那另一种情况是 低自尊的父母对人不对事 在攻击孩子的时候 他们喜欢强调特殊性 取得了一样的好成绩 别人是因为聪明 而你是太笨 因为拼命努力 这一次才这么走运 以后迟早会现原型 闯了一样的祸 别人是因为不小心太调皮 而你是品质不好 类似这样 我是你家长 我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 还有的低自尊父母 会攻击孩子的全部 在本周一的总论当中 我告诉大家 想培养高自尊的孩子 称赞就要言之有物 要具体化 对应到低自尊父母这里 不论孩子做了什么 他们最后都会上升到 对孩子的整体否定上 不只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智力 一般来说 还包括他们的运动能力 人际交往 身材缺陷 疾病残疾等等 正常人根本不在意的小毛病 在低自尊父母的嘴里 那就是不治之症 很多人脱离原生家庭 进入大学或者职场后 会突然发现 自己是个小题大做的人 这可能就是受到 低自尊父母攻击留下的痕迹 那第二个小节 咱们就分析一下 低自尊的父母 如何伤害孩子 人类从幼儿时期 就开始努力寻找 我是谁的答案 大多数儿童在七岁时 已经具备一些简单的 对自己总体上的看法 如果总体自尊是积极的 他们就会认为 自己无所不能 如果总体自尊是消极的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 什么都做不好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面临的挑战增多 自尊开始分化 我可能很擅长运动 但是毫无音乐细胞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不断获得正向反馈之后 自尊水平就会逐渐稳固下来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给大家介绍过 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的 思维双规模型 就是人的信息加工系统 一个是直觉性的 快速 自动 毫不费力 另一个是推理性的 慢速 按顺序加工 需要主观努力 如果一个孩子不幸 拥有低自尊的父母 长期生活在 你很差的攻击之下 他就会被迫产生 一种适应性的直觉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做不到 年幼的儿童不能和父母抗衡 全面接受我很差 是为了保护自己 最后的内心自洽 这种适应性直觉是隐形的 孩子在主观意识上 可能完全察觉不到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任何事情 他都会优先选择 我很差的直觉来应对 逐渐丧失 使用理性推理 对生活中的信息 进行加工的能力 把我很差 变成真正的现实 如果他能够调用 推理能力的话 就会知道 事情远没有那么糟糕 第三部分 咱们来看一看 父母低自尊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种后果 把孩子变成 和自己一样的低自尊 有些人出身于低自尊的原生家庭 在离家上学之后 会和同学室友 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 这是因为 他们不自觉地 想要复制父母和自己的相处模式 碾压朝夕相处的人 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自我评价 而是极力打压和自己相似的人 他们的想法是 你们跟我一样糟糕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可能会以为他们非常自信 甚至是傲慢 高自尊的同学当然不会买账 两方会发生公开冲突 结果一定是 低自尊的那个人认怂了事 有一些低自尊的人 在这样的冲突之后 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逐渐地苏醒过来 但是也有的冲突 最终是以斗殴 或者互相伤害 动铁锤 用毒药来宣告结束的 第二种结果 把孩子变成一个害羞的人 因为不想遭到父母的攻击 这些孩子从小就开始 病态地关注自己 过分紧张会导致手足无措 在人前的糟糕表现 甚至其实没那么糟糕 事后又会让他们无比悔恨 这样的孩子害怕被否定 被拒绝 害怕失败 他们完全不敢和人起冲突 更不会试图碾压别人 他们痛苦 纠结 但不会招致伙伴的恶感 因为他们很少有伙伴 第三种结果 孩子主动变成一个废人 在父母持续的攻击下 孩子变成一个废人 彻底放弃自己 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方式 完成自己的内心自洽 同时也完成了 对父母的报复 第四种结果 让孩子一乎寻常的敏锐 由于长期遭到 什么都不懂 怎么都不对的指责 有一些孩子呢 会发展出一种 一乎寻常的敏锐 他们永远在察言观色 揣摩他人的情绪 他们不会是那种 横冲直撞 招人讨厌的人 和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因为他们 过分谨小慎微 而感到不耐烦 他们害怕引起你的不快 时刻都在小心翼翼地迎合你 这样的人本身 很容易被自己的敏锐 所困扰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想太多 他们畏惧冲突 没有攻击性 人类的损耗很大 内心深处非常痛苦 他们很容易被一些霸道的室友 或者伴侣吃定 容易受到折磨 甚至是家暴 以上四种情况不是独立存在的 敏锐的害羞者 害羞的低自尊 都有可能出现 最后咱们来分析一下 超越低自尊父母的方法 在本周关于自尊的课程当中 每一篇的留言里面 都有关系户同学 讲述自己超越低自尊 原生家庭的故事 每一则留言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你们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拯救了自己 很可能还拯救了 未来的爱人和孩子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超越低自尊父母的清单 第一 关注事实而不是自己 心理学研究表明 同样的场景下 人关注自己 比关注事情本身要多 例如 有人批评我们的智力 就会比批评某次数学测验没考好 更让我们痛苦 如果已经是成年 可以直接针对父母的指责进行纠正 我不是不努力工作 我是不喜欢你安排给我的工作 第二 自律 自律和高自尊之间可以互相促进 当你依靠自律获得成就 哪怕只是连续早起一周这样的小事 也一定会带来自我评价的提高 第三 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寻找高评价 在学生时代 努力学习 优秀的成绩能让你在老师和同学那里 收获称赞和羡慕 很多人是因为这一点 才维持住了年少时的自尊 第四 有条件就应该远离低自尊家庭 在空间上拉开距离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 张大民的妹妹长得漂亮 而且还有了洁癖 张大民就非常不理解的说 这不是下水道里蹦出了个卫生球来了吗 这就是低自尊家庭 对高自尊孩子的看法 不管原生家庭如何 我都建议大家 从上大学开始就选择去外地 那如果你的城市已经有全国最好的大学 那就去外国 成长这件事情越早越好 第五 努力工作 取得高收入 这可以说是一个终极法门 因为我能养活自己这件事 是对父母说你很差的最好反驳 高收入和一笔可观的储蓄 能给人极大的安全感 不少关系库同学 就是在踏入职场之后迅速成长 用业绩收入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让自己最终成为了高自尊的人 最后咱们说一点跟父母和解的话题 就是四句话 第一句话 他们会越来越老 越来越弱 第二句话 如果父母虐待或者折磨过你 原谅不原谅 看你的慈悲 第三句话 你怎么对他们肯定有你的理由 但是你不太可能跟每个人解说这些理由 第四句话 选择原谅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风平有好处 传说中的古代君主顺 是几次被父亲和继母谋杀的人 顺选择了原谅他们 其实呢 他的父亲继母和弟弟不能再给他更多东西了 但是呢 听说了这些的谣 也就是顺的单位领导 给了他一个天下 好了 以上就是关系攻略今天的全部内容 关于本周的高自尊攻略 你有什么新的心得吗 欢迎你把自己本周的心得写在评论当中 明天的攻略合集当中啊 我会挑选三位关系户的留言 放在文章当中 咱们明天见